VPA其实很多地方都相通的 这只是说语法不太一样 那概念上面有些的结构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只要能够掌握 就是说这个一些 它到底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那以后的话你就尽量的 尽量把那个不一样的部分 稍微注意一下 那你可以写出你想要的类似的程式 只是说你可以改成在那个Excel里面 执行出你要的结果 那比如说像刚刚那个程式的话 第一个 如果你如果改在VPA里面 第一个当然一样 把这一次要打开 那开发人员一定要先开起来 那只是说呢 在那个Excel里面写VPA的话 很简单 开发人员 这边就有VPA 你只要把它点开来 它就跳出来了 等于是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安装 它就可以开始Work OK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懒人包 一些设定不用了 打开就有了 OK 那一般习惯是会把它浮动在上面 尽量把 因为它原来可能整个盖处 那一般习惯会把它稍微缩小 浮在上面 那用意主要是 你可以一边看你的Excel需求 你再去选对应的程式 大致上这样 那第二个的话 它的那个结构 专案的结构 在那个我们的Python里面 它是每一个档案 它是一个什么什么 点Py的一个档案 那一个点Py就是一个模组 也是一个模组 就是一支程式 OK一个模组就是一支程式 但是VPA的结构有点类似 它一样是模组 只是说它的一个模组里面 它可以写很多支程式 在一个模组里面 OK 其实Python里面也可以写很多 只是说我们后面练习 大部分就是一个模组 写一支程式 那在VPA记得 如果你要拽写 我们在Python是 开一个新的模组写程式 那在VPA的话是 按右键 右键 当然在这个区域里面 按右键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就OK了 所以要开始 只是说 你要找 我想第一部很多VPA 没学过的同学 可能会找不到在哪边写 即便有学过的 可能也都忘记了 OK 记得 反正你以后 VPA你要写程式把它打开 然后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在里面做什么呢 把程式写在这里就OK了 那只是说呢 我们刚刚拍的 直接写就好了 可是VPA 它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其实可以写很多段程式 那它的很多段程式 变成说它必须 要给它一个 一段程式的名字 那一般开头会加一个sub 比如说叫什么sub 空一格 sub就副程式的意思 那副程式的名称的话 也许叫什么 叫h 或者叫其他名称 其实也可以用中文 比如年龄 或年龄判断也可以 sub 然后空一格 年龄 enter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帮你加上后瓜糊 跟你给entersub 也就是它叫你说 你程式就写在这里就对了 那写什么呢 如果你要写 刚刚我们一样的意思的话 因为这段程式还蛮长的 可能你们可以参考这边 我把它放在这个云端白板 第二个单元的第七页 所以你等一下往下卷动第七页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其实public也可以拿掉 叫sub 我是这边叫ifh 或者你可以把它改成年龄也可以 改一样的 然后中间这段程式 感受11好了 我直接拿这个 因为可能我们时间没那么多 你贴上就可以了 贴20 好 那这样我们可以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让你各位看 执行一下 请输年龄 又有四岁 Enter 状年 有没有 那差别是说 在那个我们的python里面 我们是在右边 右下角那个地方输入 应该叫那个东西 叫控制 控制台这边 那在vpa 因为它输入的地方不同 所以我们换了一个 叫input box input box的话 其实就是那个跳出来 有一个框框的东西 OK 输出的话呢 在python是在右下角输出嘛 可是在 这个excel里面 最简单就是用一个 message box 简称叫msgbox 这个东西 OK 那你会发现 其实程式逻辑还蛮接近的吧 只是说呢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input改成input box 那再来的话呢 if有没有 你会发现if其实也蛮像 if后面多一个逻辑 一样h小于18 那只是说呢 在那个python里面 它是用冒号 有没有 当成结束 那可是在VBA是这样 然后 OK 那lif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叫 叫elif 这边叫lif else if 长了一点点 可是概念都一样嘛 OK 后面也没一样 后面一样嘛 而且这个中间的程式语法 写的一模一样 只是说 在VBA这个end是大写 OK 不过其实你写小写 也没关系 它会自动帮你变大写 OK 就一样了 那输出的话呢 在那个python里面 是用printer嘛 那这边就是matchbox OK 那底下其他 多一个n的语符 倒也没什么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结构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顺便带一下 其实有些东西 在python写得出来 在VBA里面 同样可以写得出来 也都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 如何把那个 就是 python的程式 转换到 VBA里面来 OK 所以你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try一下 记得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记得程式撰写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 然后里面的话 记得先写一个sub 那在 这个python 如果你要写下一支程式 你就再开一个新的模组 可是在VBA不用 你就直接再写一个sub就可以 继续写在下面 它一个sub就等于 有点像是在python里面的一个模组 它可以分成很多个段落 大概 顺便比较一下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OK 那顺便的话 你们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这个逻辑 改成什么 改成成绩的判断好了 比如说成绩的判断是 如果我今天输入 请输入成绩 那成绩的话 就是0分到100分 如果它输入成绩是在80分到100分之间 帮我print出a 然后呢70分到80分是b 60分到70分是c OK 然后反之就d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干 当然如果 比较聪明的 甚至你可以怎么样 开一个新的模组 甚至你程式都可以不用 不用重写 有的时候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结构复制 Ctrl-C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来 Ctrl-V贴上 把它自放大 本来是浅书的 年龄把它改 浅书的成绩 有没有 然后 后面的话就是自己 那逻辑部分的话 请自行再去做一个修改一下 好 如果 a的话 那这边应该怎么 如果h的话 可能变数名称改一下 也许换成别的吧 或者叫a等等的 那就是abcd分别输出 那这个如果ok的话 h可以试试看 再把它在 vpa里面再重写一个 那vpa的话记得 如果你要再写第二段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sub 写在下面就可以 sub成绩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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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